我也是唯一没有投资事业 没有炒房 而且也没有炒地皮的人 我父亲是劳工 我母亲来自农家 我在弱势的家庭中长大 所以在过往的问证当中 我非常关心劳工 知识农民 也照顾弱势 在未来我会一饼初衷 我会持续来照顾劳工 未来的劳工他的退休金 退休生活 我一定会更加的保障 特别是在退休金条例里面 我会用鼓励的机制 鼓励资方 能够提拨超过6% 另外的劳保 我会持续挹注 我要感谢蔡英文总统 在他的任内是创有史以来的总统 对劳保基金不断的挹注经费 前前后后已经投入了 2670亿元之多 未来我也会持续挹注 换句话说 只要政府在 我绝对不会让老板来倒闭 我们来谈长照 长照有两个问题 他裁员不足裁员不稳定 目前我国的长照基金 用燕捐 房地合一税 跟遗政税来补充 用 燕捐 这个就很奇怪 难道我们要鼓励大家 抽烟来做老人的长照吗 房地合一税 应当是用在社会住宅 怎么用在这里 遗政税 这更奇怪 难道你希望今年都十几个有钱人吗 裁员不稳定 东错西错 事实上也只占GDP的0.26% 还低于OECD国家的1.7% 搞得长照只能做半套 卫部部长薛瑞远打爆票说 长照未来五年不会破产 我也知道不会破产 因为基金里面还有钱 可是五年以后 所以我们不能 把自己交给这种没有长期规划 走一步 算一步的政府 蔡英文总统 说过一句话 老公是我信赖 想念的那些 但是我看着我们老公 真的有够艰苦的 过去 老公和总统 在说事情的时候 争取老钱的时候 总统 怎么跟老公说 你去跟老公说 这听了 我也听不下去 代主席 我会记得你也说过 赵巫园 月薪老增三万就做公顶 也会记得你叫消防员 捕风 桌舌 也当作 公德 所以有时候是说 老公是我们 生来生命的一地 意思是说老公老钱 是不是民进党 可以软头穿困 所以 还要让民进党 吃这个老公 吃得够够够 所以民进党 执政这几年 其实物价 什么都在涨 只有薪水不涨 有了 涨一点点 所以我们老公的公子 高居全球的第四名 民进党让台湾成为 低薪过劳之党 1月13号TVBS新闻网 开票特别报导 Facebook YouTube同步直播 下午3点一切准备就绪 下午4点最及时准确的开票 下午6点大局底定 带给您现场第一手观察 晚上8点政治新局 美中台关系 带给你最深入的关系 1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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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定TVBS新闻网